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鬼谷子已经降还尘 把这个最贴切关系到人的平安 就是风水学的奥秘 风水学是影响人的心 风水学影响人生 风水学影响受威和国家 风水学影响到我们每个人 时时刻刻的思想和想念和行为 所以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 大部分篇 大部分篇外大文 应安于农边为家 安于农边 你可以印证自己的公司 印证自己的家庭 若是你的文安在府边 你守岁市多 安在农边 守岁市就少 这是不变的真理啊 我们以这一张土为例 我们以这一张土为例 假户 乙户 现在我们很多人 双并市的公寓 双并市的别墅 家户 建筑书糊涂 那么建筑公司 没有智慧 你就把它两个文盘一起 这边是凶 这边是几 你可以去印证看看 这边文排在 虎边的 这一户 到最后来家庭不和谐 不平安的一大堆 乙户 你这文从农边 这是农文 这是虎文 虎文进出的 家里不和谐 农文进出的 家里和谐 所以我们 应该最好 就安在 农边 都安在农边 这是几 这是几 安在虎边的 都不好 我看太多了 印证太多了 如果说各位 你们家里有问题 安错了 那是我们的福报不够 我们能改 赶快把这个改过来 把这个改过来为家 或是改到中文 第一个改中文 第二个改中文 还比较平安 这边 虎文绝对不好 我印证太多太多太多的案例 我印证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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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学艺经 最基本的法轴 你们要懂 你们要认知 两载风水 对自己的家里的孩子 女儿女婿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本智慧 所以老祖书尊导教持行 要从每个人家里做起 那么有人问我说 师父啊 那怎么天下太平 只有这个天下太平 很简单 用网络 把它布满全天下 先人撒往一楼筐 就是布满天下用网络来传道 大家懂了 自己改善 自己就会平安 天下就太平了 祝福各位